当时是我在睡觉 醒了之后呢 我非常的饿 我就订了好几个外卖 有奶茶 有蛋糕 订完之后呢 我就接着躺在床上 刷手机 刷刷刷 然后外卖电话就接踵而至 我就告诉他们 给我放在门口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不想起来去去 我就告诉他们一个一个电话 然后这个在众多外卖电话之中呢 插播了一个电话 我下意识我就想说 喂 您好 给我放在门口就好 然后我刚才话没说完呢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女生 然后跟我说您好 我是春晚导演组 就是你能明白我从那个 刚才外卖那个 非常行火的 喂 您好 给我放在门 好的 谢谢 在那个状态里 不然我就起来了 我就说 啊 那个抱歉 我说您再说一遍呗 然后他跟我说 他是春晚导演组 他是这个谁谁谁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 然后反应过来之后 就说实话的 就是有点以为是整骨 或者是也没有很相信他的真实性 然后我就赶快调整一下 从床上起来 我说您好 您好 我说那 但我也脑脑很清晰 我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说你是要我去干嘛呀 因为我本来以为像我的同事一样 就是去唱个冬奥歌曲啊 什么的 我说是要就唱个冬奥歌曲之类的吗 他说不是 他说我们这个组刚见 然后通知你明天来开会 然后就是今年的这个 就是加入春晚 今年的春晚的主持阵容 哦 这一刻我才回神 然后我发现我回神之后 对方也问了我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他说你怎么都不兴奋呢 你怎么都不激动啊 我说因为我还在梦的阶段 我可能需要点时间激动 然后就商量好开会的时间 挂了之后 我可能就激动了五秒钟 然后我就开始说 哎呀怎么办啊 这好像是个挺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就好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剩下的就是无尽的担忧 我觉得大家激动的时间 可能会比我长 但是我确实是激动了几秒钟之后 就开始无尽的担忧 因为他整个的形态 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也不太一样 然后他对主持人的要求 肯定是最高规格的要求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 就是拥抱着我的众多外卖 我在心想就我 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 我现在开始对自己严加要求 还来得及吗 那你当时外卖吃了吗 我实话实不相瞒 我那一天食欲就很不旺盛 就是我组组三天都是在 怎么办 就是很慌的那个懵的阶段里 那三天我不太吃得下去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开始免疫系统开始降低 然后就开始有点发低烧 然后我就开始犯了鼻炎炎炎 上呼吸道感染 然后足足在我第一次彩排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嗓子哑到 说不出来话的那种 对其实我就是在那五秒钟 兴奋之后无尽的担忧 那个担忧里面会有一个过程 就是我也会问说 为什么会是我 然后也会问说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 就是就自我的一个审视和评估 我有没有觉得我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那我到底就是 我在这个舞台上的元素 又代表着是什么 我能不能说真的在这个短时间内 让我自己首先对我自己就满意了 所以这个就是就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问下来 然后有很长的时间的调整 其实对我来说 因为一般工作接到了之后 不会说有很长时间的调整 就是我的性格就是去做就好了 但确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可能 因为我是传媒大学广愿毕业的 就是可能广愿毕业的学生来讲 这是一个执念也好 或者说这是我们心目当中 最神圣的一个舞台 这个我相信很多广愿毕业的学生 跟我都有同感的 但是后来我是想了一个小方法 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开始去彩排了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心态 它是不对的 就是等我病好了之后 我可能还会再生病 所以我想说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 去排解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我又拿出了一个平时 我记事情的一个本本 就是我做完一个事情之后 我会画一个小钩 我把那个本上面 我要做的事情 我就一样一样写好 我说好 我首先我把服装敲定了 其次我要沟通好 我们中心的一些协调性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 我要跟我的领导请示这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我写的就是放松心态 第五件事情写的是 好好背词 第六件事情 第六件事情又写了一遍 状态积极 就是我就是把我所有的 我的担忧吧 其实对自己的担忧 我就把它当做代办事 想一想 我就给他写到那个小本本里 然后每天完成一下 我给他化染过 我心里就稍微放松了一点 不然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因为进组的时间也比较晚 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压在你那 你会觉得 我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短时间内 就我头一次感受到 就是是乱的 里面就是那种线 我要理 就很难 但这个方式对我来说 反正是好用了的 就 有事情就做 有问题就解决 然后对我来说就比较好 对 对我来说 就对很多人来说 肯定的第一感受 就是紧张的要命 但对我来说 不是 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 对我来说最 困扰我的是 我能不能紧张一点 就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可能很多人 接受工作 就接触工作的时候 他们状态很好的点 或者是说 他们觉得很难的点 在于我很紧张 我应该怎么办 我的性格是那种 我反而比其他人 就是那个水温要低几度 我不是一个 很爱紧张的人 尤其是私下 我可能 这个车怎么离得这么近 他低喇叭了 就是我是这种人 但是我就是 在工作环境里 我是比其他人 要冷静很多的那种性格 但问题在 这个性格出现在春晚的 我带上是不行的 因为平时我们的直播 其实是在陈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太会有语言上的起伏和波澜 再加上我的水温又比一般人要低 但是那个舞台不是的 那个舞台是你一定要满脸笑容 然后就非常激动 它是一个特别喜庆的一个状态 但连排的时候没有观众 对 我很难通过外部来调动我自己 我又只能靠想象 然后我又是一个格外冷静的人 我连紧张都没有 所以就第一天出来 就第一天我记得上班场 就是其实就几番嘛 也就五六番 大概五六番里 导演说了大概四五番 你再积极一点 你再积极一点 然后我就问小尼哥 我说 我觉得我已经到我的程度的 就是我的积极的程度里的天花板了 我说听起来怎样 小尼哥说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积极一点 我就心想天哪 他已经到我的极致了 我应该怎么办 然后 那这是第一天 我就其实是很慌 我就会发现我的状态 跟大家是格格不入的 但那已经是我的极致了 那怎么办呢 你第一天被人家讲 第二天肯定不能让人家担心了呀 他就会担心说 你能不能转换的好状态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我调动我的水温 肯定是很难了 因为我就是不紧张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 我觉得就是好的方式就是模仿 就是我就把 之前在我们央视频上 找去年的 前年的 我们能找到的这些春晚的 集锦拿出来看 然后慢慢的 他就已经变成我的伴随音了 我只要在家里 就是历年春晚的主持人的合集 就是然后他就让他们的那个情绪 一直在带动你 带动你 我好知道 哦 原来那个情绪是这样的 因为你得想象蛮常有观众 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很担心 然后后来就 就没有再提醒我 到现在没有再提醒过我 你要再积极一点了 就是有靠那个 有弥补到这一点上 嗯 所以央视频也蛮好用的 嗯 就是多亏的有央视频 我直接打开 然后就能看到 我想要找的这个东西 就关键词就搜进去 伴随着我 让我成长 那你当时 爱他 有的 因为第一天上半场 然后其实是我跟小妮哥搭的比较多 我就有问小妮哥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调动的 他说其实就是 你要想象 他说其实倒是不要调动 就是你当时 你看到那么多人 你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时刻 你自然就起来了 然后他说你要心里 就先给你自己打上气 就是要给你拱上去 然后他他也会帮我 就比如说一些词 他会跟我讲 咱俩再对一对 咱俩再上上上 你看像我这么给你接 你觉得是不是你接过来 你就更顺 顺当一点 就是是你的语言 然后包括下来之后 他也会跟我说 我觉得你刚才还可以再怎样怎样 他也会帮我想 对 然后包括很多语气上 我拿不准的 嗯 我也会问鲁语哥 我说鲁语哥 你能不能帮我 读一下这句话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这几个重音 他就会说 如果是我 我会怎样 就是都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对 不是 因为我记得央视频有一个 国庆的时候的一个特别节目 那个节目好像是持续了一整天呢 虽然我不是一个主持人 但是大家说的话都差不多的密度 所以有了央视频的经验之后 春晚的时长对我来说倒不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央视频是一个很好用的软件 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用的软件 它实在是一个很好锻炼主持人的一个平台 多多做央视频的节目 对自己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其实每一次词都会有很大的改动 然后包括一些口播啊什么的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已经记好的那个字 它第二天就不找你那个样子了 它会改的是一个字 你就要把你脑海当中已经固定好的那个字给它剃掉 然后换上了这个新的字 还不能打本 对 然后第二次的联牌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吧 因为第一次联牌的时候就是在调整 包括妆容造型衣服 然后你的状态 都是一个很很生疏的一个感觉 那第二次联牌慢慢的就是能够做自己了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我在模仿的阶段 我在模仿我想象当中的春晚的主持人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从第一次联牌之后我发现 有他那个样子在 但是我还应该有我的样子 所以第二次联牌其实有慢慢的做自己 我自己也很舒服一点 然后我也问了前辈们领导们的意见 我说第二次联牌就是我还需要改进的那些 大家的意见其实都是会比第一次好很多 对就是还是大家希望的是能够看到说 我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是年轻一代 有年轻一代的样子 有年轻一代的有特有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包括很多话术上 包括还有冬奥的元素 那其实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你本人 那跟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肯定不一样啊 所以我也是第二次联牌自己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然后才开始往这个方向上去要改进 其实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体育元素 冬奥元素 因为今年是冬奥会中国年 所以冬奥是一个对于今年中国老百姓来说 非常重要 特别千载难逢的这样的一个奥运的盛事 体育的盛事 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 它是全球的 那它这次跟中国年碰撞在一起 那其实我作为体育频道的主持人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感受到 这不仅仅是春晚 这不仅仅是春节 我们马上要开幕的冬奥会了 其实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也很希望把这种体育的感觉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这种奥林匹克格言的感觉 然后带到整个我们的串词里面 把这种理念传达给更多 看我们春晚的人 包括把这种东西让大家感受到 体育真的是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因为今年正好春晚是40周年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其实40年过来 我们从老一辈的 然后从我小时候看到93年的 然后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看到春晚的改变 一代一代一代下来 太多优秀的主持人站过这个舞台了 他依然是很多学播音的学生 或者说很多主持人的心里的一个梦想 它是一个很高的殿堂 但就是因为这些很多的元素在一块 在一个合家欢 全国观众都在看着的一个时间点 赋予了他很多不同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他难的点 大家在站上去的时候 他难免会想这些 我是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晚会 一个节目的受关注程度 有春晚这么高 他的讨论程度 他的集中程度 他的呈现的完美程度 他的完美度会让很多人心生畏惧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 就因为他太好了 他太完整了 那当然不希望 他不完美那一部分是在我身上体现的 对 所以这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我最近 每天都在二题面命地 教育我自己的一个点 就是不能是我平时做节目的风格 我一定要严谨 一定要让体育这个元素 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 成为更完美的一部分 而不能给他拖后腿 很忙碌 很忙碌 对 这一年真的是我入职以来 最忙碌的一年 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又有欧洲杯 又有 又有 就是欧洲杯下欧会 全运会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的 对 就是密集的赛事 然后所以大家都要投入其中 那这个中间 然后还有很多 其实我们央视频的节目 然后也很感谢央视频 这个是真心话 因为就是参加很多央视频的节目 然后大家会发现你不同的点 大家会发现 哦 那你还有这一面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个节目也可以尝试着 融入这样的元素 对于我来说 其实央视频的节目 包括其他的节目 我忙碌 我忙碌本频道的工作之外的 其他的很多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拓展 就是在离开校门之后 你肯定是深耕于一个领域的 那在这个领域垂久了 你很想知道 就自己是不是 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做得不错 那其实央视频 就是给我开了这么一个窗 我每次来玩的时候 我都很开心 就是我是抱着一种 就是我很开心的态度来工作的 对工作当时要 当然工作是要保证它的专业度 但是那个心态是不一样 是非常愉快的 这一年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 像央视频这样的工作机会 填充了我这一年 满满当当的时间 会让我觉得 我这一年我的成长是最快速的 所以是最忙碌的一年 但是是进步最大的一年 对 我希望他们认识一个 让他们喜欢的马分数 对 因为其实压力来源于 大家可能觉得 这晚的主持人应该就是那样的 但是说实话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 能够打得上这个标准 就是这种印象的标准的类型的 因为我是觉得 我们其实希望看到更多 不一样的元素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 当然春晚也不例外 我会努力向这个方向去靠近 当然今年也肯定不是我的最完美版本 还会有plus版本 还会有加强版本 还会有很多补丁包 然后我会把它打到我的身上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 在这个场景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合家欢的时刻 我是让你喜欢的 能够奉上一个符合大家心目当中 最有年味的 能够给这个时刻去天才的一场晚会 那我作为其中一个元素 我希望让大家觉得 我是天才的那一部分 是让你喜欢的那一部分 我希望它是精彩有趣的 有趣更重要 那就换一下方式 那就是希望它这一面是有趣的 对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 本来我的工作就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 我还希望在我喜欢干的领域里 有更多有趣的事情 对 因为大家真的要去体验一下 有趣的工作到底有多么快乐 对 很多有趣的工作 因为我今年就比较 比如说我会有做很多设想 我会觉得是不是 我们奥运会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些有趣的节目 然后比如说 你看我们做完央夏了 我们央视频出品的央夏 然后东东东东洋洋洋洋 央夏央冬 是不是今年可能央视频 还要推出央春 央秋 是不是央视频还可以推一些 好玩的慢综艺 或是说很多有意思的综艺 所以我觉得今年央视频 如果有很多有意思的综艺 千万不要放过我好吗 谢谢 我们一定通知你 对 好玩 要有趣 今年呢是虎年 那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越来越帅 越来越美 虎头虎脑 虎虎生风 而且最重要的是 新的一年里 一定要经常打开央视频 来找找我 来看看我 那希望喜欢我的朋友们 新的一年里都能够 嗯 顺顺利利的身体健康 嗯 裁员滚滚 那不喜欢我的朋友呢 希望今天要在新的一年里 在虎年里 你能喜欢上我 谢谢你哦 嗯